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缘关系 养育之情 究竟哪个能决定女儿最终的归属 女儿是我的即将播出 母亲受辱 儿子举刀复仇 房东偷窥浴室安装探头 夫妻背叛双双遭遇暗算 涉套赌博 千奇诈骗 暗中暗 善与恶往往只在一面之间 8月31日至9月6日 法律讲堂资深主掌人郭丽亲情讲述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有人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 还有人说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 不管怎么说 有了女儿的男人就是不一样 而在女儿眼里呢 父亲是天 父亲是山 父亲是安全和依靠 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陈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他女儿鸦鸦的眼里 父亲就是山 父亲啊就是天 可是四年前 鸦鸦没有了天 失去了山 怎么回事呢 四年前的夏天 陈强出差提前回家 飞机一落地 他就迫不及待的给幼儿园老师打电话 说中午就去接鸦鸦回家 陈强到达幼儿园门口的时候 老师已经领着鸦鸦在那等着了 孩子一看到爸爸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飞了过来 一下子就扑到了陈强的怀里 接着就左一口右一口的亲陈强 边亲还边咯咯笑着说 说鸦鸦想爸爸了 陈强也亲了一口鸦鸦 鸦鸦吓得直躲 说不要 爸爸胡子扎人 这时候陈强一下子反应过来 竟然忘记了老师的存在 他赶紧谢过老师 老师笑着说 说您可真幸福 鸦鸦又聪明又可爱 简直是人见人爱 陈强听了 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回去的路上 陈强告诉鸦鸦 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所以我提前回来了 没有告诉妈妈 我们两个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女儿一听到要给妈妈惊喜 开心的笑个不停 爷俩买了一个蛋糕 又买了一大束玫瑰花 为了给妈妈惊喜 鸦鸦从一楼开始就捏手捏脚的走路 时不时的还忍不住笑出声 陈强轻轻的用钥匙打开了门 鸦鸦猛的推开门 冲进去喊了一声不许动 然后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但刚笑了一下就停住了 为了能够给妻子来个惊喜 陈强本来打算让女儿先进去 给妻子来个措手不及 然后自己在手捧鲜花突然出现 可是听到女儿的笑声戛然而止 陈强心里凉 他顾不上浪漫 赶紧冲进了屋里 映入他眼帘的 却是让陈强痛心疾首的一幕 陈强顺着鸦鸦的目光看进去 他脑袋嗡的一声 没想到鸦鸦的这一声 被吓到的不只是鸦鸦的妈妈 还有一个男人 一个陌生的男人 和鸦鸦的妈妈搂抱在一起的男人 陈强下意识地抱起吓坏了的女儿 鸦鸦躲在陈强怀里直发抖 一声都不吭 陈强气得浑身直发抖 他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 对那两个人低声吼道 穿好衣服滚出去 别脏了孩子的眼睛 说完陈强就抱着鸦鸦进了卧室 没想到鸦鸦的妈妈李娟 穿好衣服后进了卧室 陈强极力压着火气 对他喊道 你给我出去 李娟竟然说 我可以走 你也知道 我本来就不愿意跟你过了 把鸦鸦给我 陈强说 你想都不要想 笑话 我不能想 鸦鸦是我的女儿 但不是你的 陈强瞪大眼睛 你什么意思 李娟说 没什么意思 你还真以为鸦鸦是早产儿 笑话 说着伸手就拽鸦鸦 鸦鸦尖叫一声 抱住爸爸的脖子 喊道 放开我 我不要你 你走开 陈强气得是一把就推开了李娟 李娟一个连气摔倒在地 陈强 你竟然打我 陈强气得说 我没打你 我告诉你 但从今天以后 我不会再宠你了 你给我出去 李娟从地上爬起来 气呼呼地说 我会要回鸦鸦的 因为她不是你的女儿 说完摔门而去 鸦鸦伤心地在陈强的怀里抽气着 陈强真不知道该如何平复这件事情 对女儿心理造成的伤害 虽然心乱如麻 但她还是调动自己所有的情绪 努力让女儿感觉到安全 在陈强讲了第九个笑话的时候 鸦鸦终于笑了 不一会儿就在怀里睡着了 但陈强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下来 因为她感觉到李娟话中有话 陈强努力驱赶头脑中的想法 她宁愿相信李娟说的是气话 但无论怎么驱赶 鸦鸦不是你的这句话 却在她的耳边响个不停 第二天 陈强给鸦鸦请了一天假 她打算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路上 孩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她突然蹲在地上不走了 陈强赶紧走过去 说怎么了孩子 鸦鸦没说话也没抬头 陈强把鸦鸦从地上抱起来时 只见鸦鸦满脸泪水 陈强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 被她宠在手心的鸦鸦 在她面前从来都是想哭就放声大哭 从来没有过这样子默默流泪 她紧紧抱着孩子 默默地往前走 到了医院 鸦鸦是拼尽全力哭喊着 不让医生抽血 几名医护人员努力按住鸦鸦 鸦鸦无力地抬头看着陈强 对她说 爸爸 我是你的孩子 这一句话 陈强抱着鸦鸦 失声痛哭 过了几天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结论是 陈强不是鸦鸦的生物学父亲 一直不愿意相信的结果 最终成了事实 陈强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 如果照此推断 七年前李娟和自己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怀孕了 那么鸦鸦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 为什么一直以来 陈强对鸦鸦的身世 竟然毫不知情呢 这事还要从七年前说起 七年前 三十岁的陈强认识了李娟 李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追求者众多 虽然陈强苦苦追求 但和众多追求者一样 陈强从来没有入李娟的慧眼 李娟当时打扮弱实 经常用一些和他收入不相符的奢侈品 人们就疯传 说李娟被人包养了 陈强却一直不以为然 漂亮女孩喜欢时尚有什么不好 有些人就爱嚼舌头 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这一天陈强外出办事 路过一个高档商场 只见前面吵吵闹闹 围了一群人 陈强也凑热闹的上前看了看 原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揪着一个女孩打 边打还边骂一些不入耳的话 从女人的骂声中 陈强听明白了 原来这个女人的老公 陪这个女孩购物 刚好被这个女人撞见了 陈强刚要走开 可就在他转身的一帖中 一下子愣了 原来那个女孩竟然是李娟 陈强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 一把推倒那个女人 把李娟拽到了自己的这边 李娟一看是陈强 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 终于抓到一根稻草 扑在陈强怀里大哭 没想到这时候 那个一直看着李娟挨打的男人 竟然赶紧扶起自己的老婆 冲着陈强喊 说你干什么你 干嘛用那么大力 打人是吧 李娟也火了 也不哭了 姓王的 刚才你去哪了 现在你护你老婆 你刚才怎么不护着我呀 你还甜言蜜语的 你不是说要离婚吗 那个男人竟然说 你还真天真呢 不护我老婆我护谁呀 你和我还不都是为了钱 你别缠着我了 李娟还想说什么 陈强见词 拉起李娟就走 陈强将李娟送回住处 李娟就向陈强哭诉了自己的不幸 一出英雄救美 让她的爱情开花结果 陈强想都没想挖住李娟的手 说我愿意 平淡的家庭生活 却又让她伤痕累累 偶尽会有一些疯言疯语传到陈强耳朵里 陈强为了孩子就都忍 一张亲子鉴定是否能阻断她的妇女亲戚 女儿是我的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刚刚的那个男人是李娟的老板王鹏 王鹏是靠着岳父的扶持发展起来的 从李娟入职那一天 王鹏就对他展开了追求 刚开始李娟不同意 可王鹏就经常送他一些什么名贵的礼品 并对他呀 关怀备至 李娟就做了他的情人 但他们非常谨慎 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因为王鹏非常怕老婆 今天李娟不舒服去医院 王鹏从医院接上李娟以后啊 就带他买衣服 没想到刚好碰到他老婆 于是就发生了刚刚的一幕 李娟最气愤的 是王鹏竟然袖手旁观 还说出那么绝情的话 陈强就对李娟说 那不是你的男人 只有你自己的男人才会护着你 你呀条件那么好 应该找个人结婚 不要走这条路 李娟就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谁肯和我结婚呀 陈强想都没想 拉住李娟的手 说我愿意 但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等你情绪稳定了 再做决定 我等你 李娟调整情绪的时间很快 刚刚不到一周 他就找到陈强 说我知道你是一个 有责任心的男人 如果你不嫌弃 我 说到这儿啊 竟然害羞的不说话了 一切尽在不言中 陈强开心极了 李娟可是他的梦中情人呢 接着李娟就搬过来陈强这里 两个人开始同居了 同居后不久 李娟开心的告诉陈强 说他怀孕了 陈强乐得合不拢嘴 两个人便很快把你了 结婚登记手续 七个月后 鸦鸦出生了 是个早产儿 陈强哪里知道 鸦鸦根本就不是早产儿 鸦鸦是个足月的孩子 王鹏那天陪李娟逛街 就是知道李娟怀孕的消息后 想哄着李娟把孩子打掉 没想到被老婆碰到了 王鹏的表现 让李娟气愤不已 他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报复王鹏 于是他就利用陈强对自己的爱 欺骗了陈强 李娟本以为等鸦鸦长大了 要狠狠地敲王鹏一笔 但没想到 王鹏一家已经移民了 李娟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陈强的收入 哪里承担得起她的虚荣心呀 所以她对陈强是越来越不满 越来越觉得陈强无能 窝囊 她的心思也全然不在鸦鸦身上 还经常会嫌孩子烦 所以照顾孩子的事 全都落在了陈强身上 李娟在外面 那可是风流得很 偶尔会有一些风言风语 传到陈强耳朵里 陈强为了孩子就都忍了 还好鸦鸦是个讨人喜爱的孩子 天天哄着陈强 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 那天当李娟最不堪的一幕 被鸦鸦看到的时候 陈强就决定离婚 自己一个人带着鸦鸦过 她要给鸦鸦一个健康的世界 可今天望着这一纸鉴定文书 原来她这么多年的隐忍 这么多年的支撑 全都建立在一个虚拟的妇女关系上 很快陈强和李娟两个人协议离婚 双方约定鸦鸦归母亲 李娟抚养 陈强不承担抚养费 随后李娟就要带着鸦鸦回南方老家 鸦鸦临走那一天 哭喊着要爸爸 哭的是撕心裂肺 鸦鸦抱着陈强的腿哭道 爸爸别撵我走 我听话 爸爸你就留下我吧 你不给我讲故事 我睡不着觉 陈强的心都快被鸦鸦哭碎了 他对鸦鸦说 说想爸爸就给我打电话 爸爸的电话永远都不会换号码 陈强狠狠心 掰开鸦鸦的手 扭头走了 鸦鸦被李娟强行抱走了 鸦鸦走以后 陈强是坐立不安 一个多月 鸦鸦都没有给他打电话 陈强给李娟打电话 可是语音提示号码 是空号 给李娟家里打电话 李娟家里人告诉陈强 李娟根本就没回来 就在陈强想鸦鸦 想得快崩溃的时候 陈强接到了鸦鸦的电话 鸦鸦是未开口 哇的一声哭了 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候 电话那头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 你是鸦鸦的爸爸吧 你们可真作孽呀 这孩子太可怜了 经常坐在这等妈妈 连口饭都没人管 女儿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又为什么会和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呢 陈强急得恨不得能马上飞到电话那头 陈强问清了地址后 立刻起身赶到了鸦鸦所在的城市 见到鸦鸦那一刻 陈强震惊了 鸦鸦当时正坐在一间店铺门口 孩子从出生后 就从来没有这么脏过 头发从来没有这么乱过 鸦鸦见到陈强 一下子就飞扑过来 陈强纵是七尺男儿 还是当众泪如雨下 鸦鸦就说了一句话 爸爸我要回家 陈强对鸦鸦讲 说好我们回家 陈强想都没想 就决定带鸦鸦走 临走前 他给李娟留了一张字条 放在保安那 他告诉李娟 因为李娟不配做一个母亲 所以他把鸦鸦带走了 陈强和鸦鸦回家以后 鸦鸦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 但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在鸦鸦上三年级的时候 李娟把陈强告到了法院 女儿流落街头 她提出抚养女儿 却面临重重困难 鸦鸦临走那一天 哭喊的要爸爸 哭的是撕心裂肺 前妻申请强制执行 女儿的归属让她坚长挂住 鸦鸦 爸爸不让你走 谁都带不走你 快把剪刀放下 生儿不养的母亲 没有血缘的父亲 法院将做出怎样的判决 女儿是我的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李娟在起诉书中说 陈强私自把女儿鸦鸦带走 鸦鸦并不是陈强的亲生女儿 她才是鸦鸦的唯一监护人 所以她要求陈强 立刻把女儿交还给她 陈强在法庭上说 的确 鸦鸦不是她的亲骨肉 但不管大人之间有多少恩怨 孩子是无辜的 鸦鸦和李娟生活 对鸦鸦的成长不利 虽然鸦鸦与她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她已经抚养了这个女儿七年 她不愿伤害孩子 所以她不同意李娟把孩子带走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未成年人第一顺位的监护人 是未成年人的父母 在本案中 陈强并非鸦鸦的孙生父亲 并且陈强与李娟已经离婚 所以最后法院判决 陈强将鸦鸦交还生母李娟 判决生效以后 陈强表示愿意把鸦鸦交给李娟 但是她做不通孩子的工作 判决生效已经一年多了 虽然法院和陈强都多次做鸦鸦的工作 鸦鸦仍然不同意回到李娟身边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看到陈强还没有把鸦鸦送回来 李娟有点着急了 既然法院已经判决 鸦鸦应该归亲生母亲 难道陈强还敢违法不成 于是李娟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法院又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知道 司法权威不是一句口号 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生效的法律文书 有国家强制力保障 如果义务人拒不履行 生效的法律文书 权力人可以申请司法部门 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 完成所承担的义务 据此李娟向法院申请执行 但本案与一般的执行案件有所不同 一般的执行案件 执行的标的往往是物 比如说货币股票房产等等 法院一个查封划拨扣押裁定 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但本案的执行标的 涉及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万般无奈下 法院决定强制执行 将鸦雅交还给其生母李娟抚养 当执行法官来到时 却发现鸦雅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任凭法官和陈强怎么说 他都不开门 陈强只能翻出钥匙 打开了房门 鸦雅睁着大眼睛 满脸是泪哭着 说爸爸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要和他在一起 当法官上前一步时 鸦雅突然喊道 不要过来 过来我就死给你们看 这时候 大家在看到 鸦雅手中拿着一把剪刀 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 陈强看到这儿简直急疯了 他喊道 鸦雅 爸爸不让你走 谁都带不走你 快把剪刀放下 鸦雅哭喊着 你不要骗我 他们要是把我带走了 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我今天死不成 以后也会死给你们看 反正你也不要我了 法官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陈强上前抱起了鸦雅 几天后 法官收到了鸦雅的一封信 稚嫩的笔记向法官道出了 不跟母亲走的原因 法官叔叔 我妈老是出去打麻将 不管我 每次我肚子饿了 她都不回来 二是 她老是领男人回来 一领男人回来 就把我撵到院子里 还让我像一个男人要钱 让我叫那个人爸爸 我不想过这种生活 她老给学校打电话 影响我的学习 她还要把我的隐私说出去 国家法律不是规定 不许揭发别人的隐私吗 我妈还老说 我爸爸一家人都是坏蛋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我爸爸一家都是好人 他们无时无刻都关心我 疼爱我 我觉得我妈妈不讲理 鸦鸦在信里最后写道 请法官救救我 让我留在爸爸身边吧 案件执行到此 陷入了僵局 李娟天天跑到法院来闹 说法官无能 生效判决一纸空文 不管怎么样 他李娟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那面对这种情况 法院是不是应该不计后果的强制执行呢 答案当然不是 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有一种执行制度 叫做执行中止 什么是执行中止呢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因为某种特殊情况的发生 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 等到这种情况消失以后 再行恢复执行程序的一项程序性的法律措施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执行 一 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二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意义的 三 作为一方单身人的公民死亡 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力 或者承担义务的 四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终止 尚未确定权力义务承受人的 五 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止执行的七大情形 终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法院经过慎重研究认为 李娟是亚亚的法定监护人 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 亚亚应该同生母李娟共同生活 但亚亚在此案审理过程中表示 愿意同陈强一起生活 由于亚亚已经超过十岁 是有一定行为能力的人 她有能力判断是非 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 所以法院应该充分考虑孩子的意愿 并且在执行过程中 亚亚有过过激的行为 如果太过违背亚亚的意愿 可能造成不利后果 同时 经过法院调查 李娟的确存在不良生活习气 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亚亚成长 法院认为此案暂不时宜强制执行 最终法院下发了终止执行通知书 并决定根据今后 李娟和女儿培养感情的 静感情况如何 再决定是否启动重新执行 在本案中 陈强虽然不是亚亚的亲生父亲 但这没有办法阻缺两人的父女真情 陈强依然用宽阔的胸怀 接纳这个事实 用如山的父爱 给予孩子关爱与保护 或许在陈强心中 他早已将亚亚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反观本案的李娟 却没有尽职尽责的履行监护人应有的职责 更没有体现对孩子的母爱 在这场争夺孩子监护权的斗争里 李娟看似在法律上占有优势 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输家 因为他彻底输掉了 作为母亲应有的尊严 失去了孩子对他的感情和依赖 作为母亲 他更应该检讨自己的行为 是什么让女儿如此的排斥他 并不是给了他生命 就能有当母亲的资格 母亲这个词里 还有爱付出和责任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妻子红杏出墙后 情夫被溺死在村中水塘 死者瞪着双眼 双手双脚 都被绳子绑上 丈夫成为嫌疑人 妻子却来自首认罪 他一定要杀了李翔 杀了李翔后 所有的屈辱就都结束了 案发现场疑点重重 警方发现真凶另有奇人 受辱之后 明日播出